中文字幕 李宗盛 嗨 Margaret 你好吗 怎么样 真好 见到你真好 第一次来我工作室 对 第一次来你工作室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Pattermaker 很期待你今天带过来的这件裙子 这条裙子其实是 Carl还在Chloe的时候 是1983年设计的这一条裙子 就是我觉得她在Chloe最经典的这一条裙子 可是李宗盛的时候还是Cocktail裙子 所以因为要去McGaller还是需要一些调整 然后我觉得这下半身有点难的一点 就是不想破坏这儿 然后也想保持这个裙子 就是也不想拆开 可是我还是想其他人看到的时候 就知道是个C Plus 好美 这件Vintage裙子原本最突出的地方 是胸前的珠秀 我们可以看出Carl 他将复杂的工艺 以及灰鞋的氛围 流行艺术组合在一起的能力 Carl的风格从一些方面来讲 然后是自己对设计以及对工作 这种很酷很纯粹的一个态度反射 这也是我们钦佩 并且想炒之努力的一个方向 这次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Cocktail的爽绘风格的一些特色 一些具有流畅线条的集合绘画风格 以C Plus 现在简约中性基因器核 这一个比例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Shower上面做的很重要 对对 就是Jolly 所以我们在原有Vintage 机子上 增加了带有角度 几何感的斗篷材片 我们透过低腰的切割线 使整件衣服更加的中性 以及现代 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两个阔型 基本上视觉上还是一个面料 只是我们在加强它的工艺感 我们可以比较整件的 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Centive Focus很重要 首先是阔型上我们透过全拆剪 然后加入一些我们的制作工艺 让整件衣服变得更加有体货感 然后面料料基本上可以是一样的 对 我觉得我们就不去做太多立体的面料 我们就是保持 可能就是它这个不一定可以延伸一下 说到这次使用的面料 我们希望用到的面料 是跟原本裙子的面料统一的效果 我们认为过多的面料堆积 会影响这件衣服 利落扩型的视觉表达 然后同时呢 使用这样柔软且具有垂垂感的面料 做出符合我们品牌特质的形状 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实验和挑战 其次在不影响珠秀为整件服装的主视觉情况下 我们又一次的跟中国传统手工艺相遇 选择性的在裙摆加上了我们自己的手工珠秀工艺 使得整件衣服视觉上更加的统一和谐 珠秀的解构式的排列 我觉得既融合了主视觉 这管珠细节 也加入了一些更现代化 更加C plus风格的一些改变 然后礼服脱尾的柳月收编 更是我对这件衣服尝尽的一个想象 这件礼服由三十位传统手工艺师傅 总耗时一千五百个小时 一致以前的完整 另外想充分表达对卡拉菲尔的敬意 同时又能够体现我们的设计风格 这也是我们前期设计思路的一个考量 通过卡拉菲尔Chloe1983collection的改造 我希望人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风格 然后这也是我们在这个project里面 一直在追求的事情 我觉得最终的效果好像似曾相似 好期待哦 你準備要穿上它了 对 準備好了 通过这次与Vogue的合作 让我们团队从中提变自己的另外一面 我觉得我们更感性了 也更沉醉地享受在这过程当中 无论是带来的困难 或者几经波折 我觉得最后 拥抱喜悦的那份感动 也更让我深信服装 它能带给人的力量是无限大 所以我对这个结果感到 挺安定的且自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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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